所以,度一切苦惡啦 我們說,我們平和而能度一切苦惡呢 總在照見五雲結孔啦 所以,佛菩薩告訴我們 心外求法了不可 他心密法無有實處 因為他了知萬物 一切皆是患有的境界相 所謂是知患即理 不假見次 罹患即決,亦無方便 所以,在信經上面的第一個字 也明白著,警醒著我們 觀這個字 學道藏於自信觀 集與諸佛同一類 切莫要心外求法 心外世界是一種方便的引導 我們佛家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所謂是行於非道 而覺悟於佛道 所以,觀世音菩薩 他就是最典型的這一個法的視線 所謂是三十二硬化 因於什麼身得度者,則現於什麼身為之說法 為什麼會之說法呢 因為我們眾生不解法 彌子在世間的所謂的幻化造化裡面 因此,我們在裡面起執著心 起分別見,起妄想的念 余焉,我們在八苦的境界裡 我們講,生老病死 求不得 願正慧,五音至聖 愛別禮 這八苦我們永遠揮之不去 其實這八苦菩薩也告訴我們 它其實也就是我們心中的圓影的幻化而已 那幻化它十五體性 十五體性 我們當迷惘在這一個方向的時候 用世間話講叫做誤解 我們用狗蓋 我們誤解了我們生命的增長 所以我們在誤解裡面 去產生一種更加的誤解的層層疊疊 語言那一個字叫做苦 所以我們剛剛說六道同苦 所以錄一些苦惡從向上做 就是你超越六道輪迴 就苦惡都沒了 那佛家用度這一個字是很有巧思學問的 度我們世間的人常常去理解說 什麼是幫助人 對不對 當然我們要樂善道是幫助人的字 可是為什麼用度這個字不用幫 因為度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幫助人 與於讓它最後的結果是覺悟 你們講的開悟 明白宇宙人生真相 這一個度才成立 比如說我們肚子 眾生有肚子餓我們送他飯吃 這只是說當他而已 經濟上 那感情失調我們化解他 這也只是所謂班為 因為我們眾生溫飽了 情緒好了 我們還是不懂得宇宙人生真相 語言 我們沒辦法徹底真實究竟圓滿的解決這件事情 它隨時都還是隱藏在 所以為什麼叫度一切苦惡 用度這個字就是令我們開悟 令我們覺悟 這個叫度 可是偏偏覺悟這件事情呢 不是在外在找得到的 它是我們每一個生命體的真無自信 本來就覺悟 所以佛法告訴我們 本覺本有不覺本無 這已經講透了 可是你看我們眾生還是很難去 直接當機了斷放下集德 對不對 所以當放下集德的時候 你就能會得本地封關 所謂是信守念來無不是 說是一物即不重 這時候我們才能會得本心 主師也告訴我們 不是本心學法無益 若是之本心見之本心 即明天人師藏不佛 那一個佛是我們眾生本智覺悟 本有的一個生命狀態 無法去形容它 所以先進前面 其實總綱已經講了 觀自在菩薩 那我們這個前輩菩薩 在叮嚀我們的觀自在菩薩 不是叫我們老師看著他 他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觀那個自在 自在是每一個生命體 猶如南海菩陀 早就成到的這一位觀心菩薩 我們的算是老師 算是師父 這樣在提醒我們說 你們每一個人本覺裡面 本來就是自在 所以你要起這個觀照力 觀回我們 這一個不受動搖 本智具足 本智清淨 本不生滅 能生萬法的這一個真無體性 哪一個真無體性 才有自在可言 所以觀回我們的自在 我們即時絕有情就是菩薩 懂得是嗎 所以觀自在菩薩 這個意義明白了 你才有辦法 度一切苦惡 觀自在菩薩 度一切苦惡 那為什麼 因為你觀回自己的自在 你才有能力入境 所以觀自在菩薩 行生萬 你要深入它 你要執行它 深度的菩薩 那什麼叫菩薩 菩薩的意思就是 到彼岸 功夫到家的意思 叫菩薩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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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就是你們本有的智慧 你們本有的智慧 要回歸到位 那個意思 所以觀自在菩薩 行生菩薩 菩薩 多時 這個時候 就度一切苦惡 那對於這樣 你這幾句話了解的心情 後面都是在度前面 我們提煉總綱領 所以總是也告訴我們 總盡心念 魔後悔佛羅蜜多 菩提自信 本來清淨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菩薩 這些意志 希望 名利我們這一些 親親學子 在所謂的菩提道上 我們講的 無菩收 無菩收 總是有一個方向 你就不會無菩收 所以 這個方向也是 眾生無邊的事件度 視為正確的方向 他說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 標擺 標擺 什麼意思 我們朝向祂 拜佛祂 那祂即是智 他說 前輩嘛 真如體性顯發出來 那我們晚輩 就追肥 拜佛 我們要顯發我們的真如體性 在這個茫茫大海當中 渡苦海中運 我們在茫茫大海當中 所謂是 在這個非道跟受諸苦當中 這個世間 這個義道 義道相對佛道 我們 亦保留所謂的真如己性 而不失正性 所以 你那時候 就是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堅決 離世密菩提 恰如條譜講 所以 世法 初世法 到最後 是一不是二 所謂是全真即旺 全旺即真 自性本流當中 無真旺 闡述 說一旺 乃為一 失真而言 說一真 則應有旺 而數 所以 真旺 是我們意識流裡面的東西 這是一個幻話 所以 把這個幻話 本歸回來 安住本心 我們本來就是如如佛 明蘭看來開的時候 主主相傳 以心傳心 密副本心 就是我們那一刻 眾生 本來就聚足圓滿的 那一刻 無法形容的方便教你教我的心 所以 意思說佛陀 跟我們說 你們主義本來就是佛佛陀 你們主義 沒有一個人 我們敢過 這樣 這是說 我們有時候 要求超煩 跟我們講 超煩 煩惱 煩惱 這裡 人前四頭 所以只要把這裡 放在旁邊 放下幾等 所以前面那一段就是看破 看透它 了透這樣的生命真相 我們自然就是放下 自然就得 得什麼 得無所得 你本來就有得 所以 假名叫得 其實根本不用哪一個得的概念 你本來就是 那個圓滿無下的生命狀態 阿 佛陀就跟你們講 那就是我們的生命狀態 他們的 我怎麼聽他們講 我們的生命狀態 就是你們本來的樣子 本來的樣子 父母會生前的本來命目 那所以 迷失於大夢當中 該行 所以 比金剛六關 很容易去操練 所謂的 夢幻泡影 路 電關 夢 一場 泡沫 對不對 影子 夢幻泡影 幻化的 幻象 跟路 造成的路水一下就沒了 對不對 電 閃電光束 啪 你們的人生幻化就像這樣子 所以 因此 沒什麼好執著 沒有什麼好放不下的 一切只是一個什麼 過渡而已 像你們看電影 要看過 就算了 你冷著冷氣 回去就好了 你不要冷著炒飯回去 所以 祖師也告訴我們 民人修福不修道 子緣修道便是福 修這個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原來造 你將布施欲滅罪 這個三世得福後面依然造罪 所以依然痛苦 所以 圈子我們還是要匯歸我們的本心 安住於我們 常清淨的自體性 一切 只是一種所謂的 順流而已 這個順流的概念 它也引力著我們 叫什麼 心隨萬進轉 在轉促時能憂 隨流認得性 無喜亦無憂 帶著這種本來就無喜亦無憂的心境 來面對我們 有緣來到這一輩子 短短的 大概百年左右 對不對 帶著這百多年 你看看他們的生命 不是算當的 是算夾的 你知道嗎 他們是算夾的 無憤一生 四十二夾 他的生命四十二夾 我們一百歲一定 好像仁瑞 我們一百歲還在太苦 我們四十二夾是都歡樂的 是都正好的 一夾 不知道你們有概念嗎 一夾 一大節是四個終結 四個中夾 一中夾是二十個小夾 一個小夾 是地球 為生產再複雜 我們這個地球 生產再複雜 生產再複雜 乘以二十 再乘以四 這樣是一夾 那一夾 他們的生命四十二夾 你看看 所以他看到我們 像那些複雜 招生慕死 一天就跳起來 他跟你說 其實這也是方便犯法 其實是無量受難 無量受難 他們無視這件事 他也跟你說 我們也沒有 是我們的幻覺 讓我們變成這樣 我們來把那個幻 錄、電 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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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畫 把這個彈掉 我們也是長生 我們的壽命很超越 所以修持、修回來 我們的本身 一切 就沒有事情 改變 阿博師把我們 勉勒這樣 待會我們立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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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